在娱乐圈混,除了说拉坛畅眼等基本功外,最重要的就是脸了,所以女明星为了脸什么都做得出来,比如打玻尿酸维持年轻,下面就带大家巴一巴那些玻尿酸脸崩塌了的女星们。 当然,也有女明星不完全为了美,比如黄毅,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家暴时间,也能为拍个大坑照片所用,应该一时猜不出来这是哪位女明星吧,她是曹颖,这是今年曹颖开了直播时的照片,放个动图大家感受一下,看到视频里的霍水仙,小编差点没哭出来,和小编的记忆不大一样啊。 网友也纷纷吐槽变脸了,以前的潇洒小姐肖亚轩真的是魅力四射,可是之前肖亚轩农装现身,与当年那个电影《小天后》相差甚远,越来越像吴墨仇,不得不说离子大美女也老了,想维持动灵只能靠打针了。 但现在的她脸部僵硬看起来很不自然,近期不老女神刘晓庆出现某活动,肩下巴更显生硬,面部虽然没有皱纹,但是拉皮后的肌肤表面凹凸不平。 不少网友感叹不老女神原型毕露,二姐张心意既来出现在公众视野,总是能看到弹幕或者网友留言,好浓郁的一张脂肪填充往红脸,整成什么样子了,不能直视。 前段时间,蔡宁参加某活动之时,也是被爆出了一些活动近照,她的脸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僵硬,最厉害的是这位姐了,据她自己说,自己融了一百多只玻尿酸,然后这模样还开启了直播,厉害了,这位大姐你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,还看得见别人给你摔礼物吗?